选战消息到您关心的是 这个清明党基隆中山区 后援会成立了 副总统候选人林瑞雄呢 到场参加 现场也聚集了 一百多位支持的民众 大家还帮他准备了 凤梨啦 粽子等等 象征包种的吉祥物 而林瑞雄呢 在致辞的时候也强调了 他的不丹幸福之旅 是不会取消 难得机会到不丹去了 很多民众有很多欺负的 需要我们拿到不丹 万大人欺负带回来 这个讲我刚好有这机会 好 林瑞雄的不丹幸福之旅呢 预计下个月的4号就会出发了 9号会回到台湾 为了要帮台湾祈福幸福 林瑞雄呢 也在现场发放了不丹幸福卡 希望呢 选民在他出发之前呢 送到清明党中央 他会亲手把这些台湾的幸福 带到不丹这个幸福的国度去的